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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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呢 是污网 迷茫的意思 就是你光学习不思考 对吧 学很多的知识 那么这些知识在你的脑子里边呢 那么还是在脑皮层的 属于记问之学 没有经过消化 不能把它理顺 更不能把它呢 用来反省自己的言行 那么这个学问呢 你仍然是很迷茫的 真正遇到事了 遇到事情 遇到困难 这些所学根本没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你仍然是迷茫的 思而不学则待呢 你天天的独自的想 对吧 独自思考 但是不借助外力 不借助跟 我们说孤陋而寡闻 读学无有孤陋而寡闻 你不跟你的周围的人学习 你也不去看书 不尚有古人向古人学习 你的脑子里边突发奇想 奇思妙想 你觉得很漂亮 很精彩 但很有可能前人已经思考过了 而且呢 你在你自己的这个限制里边打转转 那么会带 带是什么呢 就是精神疲戴 你会疲劳 所以这是夫子呢 讲的怎么学习 那么十八句呢 子章学甘露 甘露呢就是甘露 读甘露 就是谋生的意思 这个谋生呢 以前呢 叫学而优则是 对吧 那么学习好了去当官 这是子下讲的 诗而诱则学 当官好了 剩余时间干嘛呢 不是去KTV 对吧 不是这个去唱歌啊 干嘛之类 那么读一读书 这位古代的当官的人呢 也是这样 那么从朝廷下来之后 那么回到书房去 读一点点书来修养自己 那么这两个也是相通的呀 你只有读书 有学问 真正的知道 那么怎么做 然后呢 才能当好官 而当官呢 本身呢 那你要修养好 也需要读书 其实是相通的 所以呢 甘露本身 其实应该讲就是指做官 怎么才能做好官呢 做好官 那么不同的官有不同的级别 自然而然呢 会有一定的俸禄 所以子章问甘露 其实就是变相在问 怎么做官 那么孔子告诉他 多文缺义 甚言其余 你要多听 多看 后面就要多见 确带 对吧 多听 然后听到呢 有疑问的保留 然后呢 觉得没有疑问了 再把这些没有疑问的话讲出来 然后呢 这样呢 就会少犯错误 则寡由 少犯错误 刮呢 就是少的意思 多见 确带呢 你要多看 多观察 然后盛行其余 然后保留那些你不明白的事情 然后你肯定的 确定的 没有错的事情 然后你再去实行它 然后这种情况呢 你会很少后悔 如果你少做错事 言语上少说错话 行动上少犯错事 录在其中已 你的幸福就在里边啊 其实人生这一辈子 关键的就那几步 有的时候我们说 不是你做对多少事 你少犯错误 那么就能成功 所以说孔子在这呢 教给子章怎么做官 怎么干路 对吧 你在你的职业上怎么发展 不是告诉你 你要尽量的多做事 恰恰这呢 是讲 无为 无不为 对吧 选择你确定的事情去做 那个不确定的事情呢 你一定要保持谨慎 少犯错 就是你的职业 那么使你的职业呢 会有好的发展 十九句 哀公问曰 这里的哀公就是鲁哀公咯 那么问孔子 那么可能是孔子晚年的事情 他问什么呢 说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呢 何为则民服 孔子告诉他说 举职错诸网则民服 举网错诸职则民不服 错呢 就是放置 你把职的东西 对吧 职的标尺 其实就是指上位者 在上位者他是正直的 那么他呢 放置在错的事情的上面作为标准 那么在上位的人 如果他是正直的 你这个行政 施政的标准是正的 那么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会跟从 也会纠正自己的行为 老百姓当然会服 心服口服 这叫 可是呢 如果你在上位的 把错误的 把不好的 或者把小人放到上面 标准整个是错误的 那么老百姓无所适从啊 对吧 你把正直的人恰恰放在下边 那么你让他适应什么标准呢 这就是我们用一句话 其实来概括 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讲 叫什么呢 劣币驱逐良币 老百姓怎么能够服呢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十句 季康子问 使民尽忠以劝儒之和 那么让老百姓能够对在上位者 能够有敬意 能够尽忠 能够呢 劝他们做事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 孔子给他的答案是 林之以庄则静 孝辞则忠 举善而交 不能则劝 你要让老百姓做什么 或者说你要让对方做什么 你要给对方先做什么 对吧 欲先取之 必先与之啊 你想得到什么 你先给人家什么呀 你想让老百姓对你什么态度 那么你先对老百姓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所以说 他说你要想让老百姓敬重你 你自己就得装重啊 对吧 你如果想让老百姓对你重 那你就得慈爱啊 你得关心老百姓啊 如果你能够劝勉老百姓去做事 那么你自己就应该举善而交 不能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举直错诸网啊 好 我们再来看21句 有人跟孔子说 哎呀 夫子你怎么不从政啊 子息不为政 孔子告诉他 上书上讲 孝呼为孝 有于兄弟 施于有正 说孝顺啊 然后在家里边对父母孝顺 对兄弟有爱 这就是从政 那么这里边关系到最政治的一个理解 究竟什么是政治 对吧 如果政治呢 不是仅仅是 对吧 当统治者 或者说我们现在当当官啊之类 其实真正的政治就是众人之史 其实我们如果学过大学的话 我们知道 家国一体 对吧 其实你在家庭中所做的都能够影响到社会 这就是治家 然后呢 能够治国 治国呢 能够平天下 那么这里边呢 讲的就是大学里边的一个道理 好了 后边呢 我们就今天呢 就大致为正 我挑了最后的几句呢 整个呢 讲给大家 希望将来呢 我们还能够有机会 一块来学习论语或者别的经典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